画图 画图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是不是只能拿发生次数来画图 现在我们可以拿发生率来去看 我们现在来画这个图来看一下 我画一张一模一样的图 所以选这张资料表 选这张资料表 复制贴上 然后搬到右边去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请把右边这张图 其中那个发生的次数给拿掉 还有人口的平均也拿掉 我只要登革热 每十万人发生率 然后用这个好了 用群组直条图横向的 横向 群组直条图 然后接下来呢 我把这里面 把这里面 这个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 然后把这里面的轴 稍微放清楚一点 怎么放清楚呢 那就是直接到格式里面 格式是不是有Y轴跟X轴 Y轴在这边 这叫Y轴 Y轴 把字稍微放大一点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其实第二组 登革热做出来 登革热做出来 如果以现实来说 是不是高层是第一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 我们今天看发生率 台南市中西区 它才是最高的 有看到吗 台南市中西区 我发现有同学 这边没有排序 我是刚刚移坐 还做完排序 排序在这里 这边不是有点点点吗 这边排序依据 依据什么 登革热美 10万人发生率 不要依照那个县市 依照县市 它就会把宜兰县 排在最前面了 有没有比宜这个字 比划更少的县市 没有 好 10万人发生率 还有就是这边 排序是用地减的排序 我们就主要是要看这个 我们主要是要看这个 都说到这边 所以发生率绝对会比发生的次数来着重要很多很多 所以应该不是只有登革热会去算人口的结果 等一下下午我们一定要试着能够来算这些事 还有很多是需要我们再研究的 不是直到这边就结束的 像例如说商业里面我们要什么出毛利率 类似这样子的办例出毛利率 好 谢谢大家